喔 喔 這隻蟲肉 喔 煞的 那我們已經達成五種魚了 今天呢 晚上嘛 來到了龍門漁港 我們來玩圍根 悠閒的釣一下 就是用幾頭頭角亂蟲 去釣這種漁港的小魚 我是希望能夠蒐集我們台灣本島沒有的漁種 還有我們的茶米喔 Like a monster 我們這隻影片就是直接放一個小時給大家看 蘭嶼這邊有很多港口是不能釣的 主要是因為蘭嶼達物族人擁有自己的月亮立法與歲時記憶 每年二到三月是遭雨季 部落會進行祭拜招請飛魚祈求豐收的儀式 所以在部落範圍內的港口是不能隨便進入釣魚 那 據民宿老闆告訴我們 之後這個龍門港是可以釣的 好了 換這個 阿金蟲 配1.2克的 西谷獵輪機勾頭 inyl emblem 鮮們! 我敢投了 你給我多些回來 喔 第一缸就中了 YA 第二罷了 OK 終於換我出發了 好 GO 還好它沒有 好棒喔 這個有喔 好棒喔 欸 黃的耶 有一隻啊 這一隻 20公分長耶 帥喔 你要換了這個 天生一對 全身發光光的 這個頭也是夜光的喔 大菜刀 傳說中的大菜刀來啦 各位 三種了 現在已經三種魚了 大菜刀也出現啦 喔 喔 這隻蟲喔 喔 快點 快點 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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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你一樣的 大概為什麼 菜刀嗎 菜刀 菜刀 有力的菜刀 有力的菜刀 是說菜刀本來就挺有力的 對 以同等的 大小來講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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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裝什麼 嚇壞 走走走 刮刮喔 是不是懶的 一般刮刮 一般刮 聽說蘭嶼的蘭瓜很適 刮刮 因為水表都是那種小心翅膀 大概都 25公分左右 所以這時候 就盡量攻底部 因為是用1.2顆這種青棵樹的急勾頭 所以在水中落下速度會比較慢 就給點耐心讓甲耳慢慢落下 有時這種慢速落下 魚也是會來咬走 中間過程也可以稍微抖了幾下 去吸引魚來咬 一般在落下時 甲耳會有幅度的慢慢往下釣 有時可以試試看像這樣子 甲耳慢慢舉高 水中的甲耳就會變成平行移動 多嘗試各種操作方式 看魚會對哪種比較有反應 會比較好攻略 這個也是紅紅的魚 這個也是紅紅的魚 黃金 那種紅紅的魚很漂亮 我們已經達成舞蹈了 我們已經達成舞蹈了 對 YA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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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應該是剛才有釣到過的 喔 它嘴巴可以伸好長 好長喔 現在換成用這個呆瓦的小魚卵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劉昆 就送囉 我真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都叫它紅紅的魚 第一次用這個呆瓦的魚卵種到魚 不錯 這是一個寧靜的夜晚 享受著月光 觀看個星星 釣著魚卵 然後種了魚 我一定要回家睡覺了 這個不想回家了 嘴巴比較大 OK 就成都我說的 晚安啦各位 掰掰 看一下水面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水真的很清澈 然後地形就是一些石頭啊 然後中間應該部分是有一些沙 這樣看不出什麼東西 真的是 要釣才知道 不釣不知道